主席 我本席在3月24日有提供的外勞重症公司的部分 現在交付不當利益的還有醫院的部分 你們現在調查的怎麼樣 剛剛委員報告 我們從上一次我們社區要分別含請衛生署來做查處以後 我們實際上從那時候到現在 跟委員報告我們真的是大概每隔天 我們都跟衛生署的窗口在做聯繫 衛生署已經把這個案子交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在做查處 我們也跟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的窗口建立聯繫 所以大概每個兩天就電話詢問他們目前偵辦 現在都還沒有一個是兩個月的 3月24日今天已經5月19日 衛生局他們目前對這部分他們是不是有評估不實的部分 還在查處 已經是那麼明確 而且那些檢舉人的電話也給你們了 你們比較猛喔 你們的部分呢 中介的部分有沒有去處罰 委員所有給我們的資訊呢 我們都有提供 中介的部分你們這邊調查的怎麼樣 對我們現在就是要配合這整個部分 如果說有沒有開利不實的狀況 如果開利不實的狀況 那當然我們會撤銷它這個相關的許可 現在查兩個月還沒有查出來是嗎 對對所以我們這部分還沒有 我們直到昨天 實際上我們幾乎 這有這麼難嗎 你們查中介 中介是你們的範圍嘛 你說好了 醫院你還沒有 還沒有一個著陸 那你中介是你們管的啊 對中介公司當然就是說 如果有相關不實的部分 如果說它是跟 第一個前提就是說 如果它這個開利是有不實的 如果你一直說 如果你沒有去查嘛 有沒有查沒有查是不是 所以你們幾次都要來跟我約說 要我跟我跟我談這個事情 你一點資助法機都沒有要跟我談什麼 衛生局的這一邊的一個評估的情況 是不是有不實的情形 這邊我必須要先確定下來 你不要現在不要講衛生署 諸位你是領導者齁 你中介的部分你們都沒有去查 不是 中介部分給你們報告 你們還沒有一點知識馬跡那怎麼辦 是可是跟我們報告就是說 我們當然如果中介部分是違反的 我們當然要處分他 可是中介部分 違反的部分的前提是 醫生開利的不實的證明嘛 他跟醫生有勾竄嘛 那醫生的這邊是不是開利的不實的證明的部分 一定要衛生署那個地方先確定 我們後續才能夠做處理 不要說那個局長啦齁 我21號也追問一次 你們一直都是這樣子拖延拖延 還要把責任推卸給底下的單位齁 主管單位主管要有肩膀啦 你們現在 你說個時間吧 要什麼時候 這條齁一定要辦啦 人家已經那麼明確電話給你 主委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檢舉函 有 我上次有提 你上次有提 質詢過 質詢過你沒有看到嘛齁 局長你拿給主委看看 那個看了都會很生氣的東西 為什麼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 還沒有查到蛛絲馬跡 你什麼時候要給我一個時間 現在兩個月了呢 我們這部分當然 我們會立即再跟衛生署跟衛生局 因為這部分是不是的確醫生 或是說他評估制度上面是有不死與火 這部分還是在衛生序 你們要去追啊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半年嗎 一年嗎 幾乎都是天天在追這個案子 天天在追 你天天都有追的紀錄嗎 我們一定會很清楚的讓衛生署了解到說 委員對這個這個案件的一個關心齁 所以我們也會跟衛生局 你們沒有 如果沒有拿幾個案子來開刀齁 這種事情是 求求不斷 就這個案子來講 包括主委跟我個人在內 我們都認為應該要徹底的去了解 是啊 那你現在已經兩個月了 你允諾一下要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立即呢 在行文給衛生署跟衛生局 用行文的 那你筋怎麼用行文的 你馬上組織一個小組去查啦 主委 我們會跟衛生署來寫 主委你幫他承諾一下 我你底下的人是你管的嘛 共同來組織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一個小組去查 兩個月了咧 我們這樣 我親自來主持 那我會請衛生局跟衛生署 一起來看個會 我們主委要主持嘛 好 但是我跟委包 為什麼會速度比較慢的原因是因為 的確衛生 醫生那邊有沒有做這些處置 就對老委會來講 我們其實是 沒辦法把手伸到那個地方去 我知道 可是你們要做一個 一個team聯合來 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同意我親自來開會 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把衛生局跟衛生署的相關人員 請我們一起過來討論 你不要跟我拖到半年咯 要多久 現在過兩個月了咧 我們兩個禮拜內開會好不好 兩個禮拜內 兩個禮拜內開會 還要到兩個禮拜內開會 因為我要發通知給人家 也要人家有空 我自己可以一個禮拜內 但是我不知道對方的時間 反正這件事情 你們一定要查個 有一個答案給我 好 你請回 子委 我們現在常常在辦 那個就業博覽會 那 一共 已經辦了多少場 跟委員報告 我們每一季每一季來處理 譬如說今年的第一季 我們大概就在北中南各辦了一場 那第二季是因為要因應校園的畢業生 可能在六月七月就會離開 所以我們在四月到六月這段時間 辦幾場花了多少錢 你們這邊沒有記錄嗎 我現在手上沒有那個想像的金額 就業博覽會 在你們辦的是多少場花了多少金會 我是把這個資料整理清楚之後送到委員辦公司 那每一季之後最後狀況現在是怎麼樣 幾乎每一次在每一場初步的 初步的每合律的部分大概四成左右 各期各個場次有四成是吧 是 我們每次開完就博覽會 你們就是在各就業中心來辦嗎 是不是 各地的中 像我們這一次 因為第一季的話 是對一般的社會大眾 所以我們就在各地的 譬如說運動中心或者公園 那第二季因為是針對畢業生 所以我們在校園 那這個就是各個救福中心的相關的績效 是不是 我們請各地救福中心來主辦 對啊 對啊 那他們的績效是怎麼樣 哪邊好 北中南東都有嗎 哪一個見識會比較好 其實我們各地救福中心 彼此互相都會觀摩學習 所以他們其實都很努力 那你們五月一號在新店辦的這一場 好像你們都是在質疑那個媒體 如果說是假求職 媒體講的是確實 那你們這樣子調查 後來有沒有調查出來 請誰去調查的 目前如果不是那個媒體 媒體的錯誤的話 你們這樣不是很莫名其妙去失去人家的公信力嗎 跟我們報告 這件事情NCC目前已經在處理當中 蛤 還是還是在處理當中 誰去調查的 你們不是有人去調查嗎 我們同仁 同仁 同仁總要有一個負責人 什麼同仁 我們 哪一位哪一位去調查的 您所謂調查是指 你指派哪一位去調查這件事情 喔 跟我們報告我們各地救福中心 這個是北濟花金馬的救福中心在處理的 所以北濟花金馬中心的同仁 會去了解 不是你們直訊局直接下去調查喔 跟我們報告 你們副支援 你們副支援在媒體上面 在開記者會的時候不是直接指這個媒體嗎 聯想到這個媒體嗎 跟我們報告 我們大概第一線會說 你們不是會查得更清楚嗎 第一線是我們各地救福中心的主任 跟同仁他們會先處理 然後直訊局這邊會去查證 現在查證了沒有 查證出來了沒有 是不是媒體或是你們自己裡面的人在做的事情 我想這件事情非常的清楚 跟政府單位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同仁也絕對沒有做他的事情 好啊那現在你們看查的經過怎麼樣具體的證據 是不是可以給北濟 跟我們報告這個案子目前NCC已經在處理當中 不是你們在查喔 不是你們要查喔 跟我們報告我們查的是我們這邊第一步嘛 蛤 是啊 就第一步當場的事情你們可以查 你們不是有派人去查嗎 這個資料我們都已經提供給NCC了 好如果NCC有什麼結果你這樣向本席報告好不好 是 那當天是 我是覺得你是滿極的啦 有這個心意啦 那當天你們你說要錄取喔 要趕快馬上要錄取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後他們就業就是你跟馬總統兩個人 這樣去每一家說一說就好啦 就不用辦就業博覽會了 跟我們報告 鼓勵廠商僱用勞工朋友本來就是我們的職責 我到每一場就業博覽會 講得太快啦 我到每一場就業博覽會都會要求 好啦 這個也是你們都是好意啦 可是 我是覺得說以後還是這種事情 還是少演這種事 這種就業的戲碼 否則的話真的給人家印象非常不好 可是跟我們報告 就業博覽會是一定要辦的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就業媒合的平台 我知道 可是呢 你跟馬總統這樣子的作為 讓人家覺得說 啊就暈去跑路 別人去都沒有 對不對 不會啦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各式各樣的場合裡面 跟我們的老闆開會也好 或者在就業博覽會的場合裡面也好 為了勞工朋友 我們到處都是打工作衣 請人家不用勞工朋友 你們自己做的還要怪這些媒體 我剛剛裡面還是要自己檢討一下 這個我們要嚴正抗議 完全跟政府單位無關 不可能是我們 老委會任何一個同仁去做這件事情 你們到現在還沒有查出來 你怎麼知道不是政府單位 不是我們做這件事情是百分百確認 如果是我們同仁做的我立刻下台 我們通常那麼認真努力 我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去汙蔑我們同仁說我們去造假 這個對政府的公信力來講是非常大的傷害 也不能汙蔑媒體啦 就是這樣子啦 還是要調查清楚啦 好那個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醫療院所裡面有勞動檢查對不對 那4月份公佈100年的醫療院所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結果在調查的50家醫院裡頭 有16家的事業單位30件違反法令 那既然調查對象醫療院所是有包括醫院跟診所嘛對不對 那根據98年的統計資料 目前台灣的醫院醫療院所總共有20306家 請問齁 車查比例只有百分之0.25% 違法的比例如果這樣推算齁 就高達三分之一齁 那麼換句話說等於有6500家的醫療院所是違法的齁 這樣的狀況是相當嚴重啦 也難怪五一勞動節說婦女人員要出來抗議 你們對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 是跟委員報告齁 也沒有具體的一個規劃 任何醫療院所只要違反 只要違反勞動基準法的相關的法令規定 一定 都是違法要處罰的齁 那所以我們每年都有在辦理有關於醫療院所的相關的勞動條件的檢查 今天已經第四年齁 都有在做這個檢查 現在我是說如果照你們統計的數據 推算回來有6000多家是不合格的啊 對不對 對 那你們有沒有繼續再處理 我們一定繼續處理 那我們最近還發文出去已經要跟衛生署 就有關於醫護人員相關的勞動條件的議題啊 也會召開會議 把醫院這一塊好好的做一個檢查啦 或者這些護理人員真的是還會走上街頭啊 他們真的很可憐 好謝謝 謝謝委員關心 謝謝 謝謝陳介如委員 謝謝 謝謝